然后常常也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网络的攻击啊 你有什么看法 那我都会回答说 我不是活在网络的世界啊 那些骂你的那些人 他在我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出现的 小婷你好 你好 新加坡英文媒体Major One的记者 我的名字叫舒惠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罗志祥 然后很开心在10月7号 将在新加坡跟大家举行演唱会 这次你的演唱会是你时隔六年来 在新加坡演出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就是来这里演出的感受吧 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就是 观众都很热情 以往在新加坡办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的尖叫声是让我真的 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期待可以再次回到新加坡 然后也很期待在10月7号的时候 可以听到大家的尖叫声 所以有关于这次的表演 请问有什么是你的粉丝可以期待的吗 可能没看过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满期待的 我的演唱会其实就是会 不一定的每一场的表演方式都会一样 首先还是要先讲一下就是 台北的场馆的爆破 可能在新加坡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多的 视觉的效果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新加坡的场馆可能有些有限制 不能放太多的爆破 可能在爆破上面就会减少一些 可是在表演上面是没有减少 然后我觉得观众比较喜欢 但是我跟观众都互动吧 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也会送观众礼物 有送过电视啊 然后也有送过电动滑板车 我们现在在考虑在新加坡要送给观众什么 这也是我在想的一个环节 北地新加坡这里的粉丝有什么 就是有没有哪一刻的回忆 是让你非常感动或者是留下深刻印象的呢 早期去新加坡办过清唱会的时候 在乌节路 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天下的大雨 然后所有的粉丝都没有离开 你被称为亚洲五光的这个名号 你希望能够继续跳舞多久呢 继续跳舞多久 这个不知道耶 但是常常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但我的回答还是一样 我会说我前面还有郭富城 我前面还有杜德伟 所以他们都还在跳 所以我就不会去想我能够跳多久 就算有一天老了 可能动作也没有像年轻的时候 动作可以这么快速 但至少可以留给观众是一种就是 他陪伴过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段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有计划转向别的风格吗 那还是会选择唱跳这个大雨 因为唱跳本来歌手就已经够少了 如果你又转成跑去当相声演员 或者是出情歌的时候 就没有人唱跳了 在七月份的时候 你刚刚庆祝了你的44岁的真日嘛 所以你能比较一下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 然后30多岁的时候 然后现在步入40多岁的时候的生活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什么成长的 20岁的生活在打拼 然后一直希望被别人认同 然后30岁的时候 也一直在打拼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 所以在30岁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的戏 也唱了很多歌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主持节目 我觉得这个每一步 每一步都是一个酝酿跟铺路吧 然后你到了40岁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心境又变得比较不一样 因为又加上经过了疫情这两年 你懂得去感受生活 因为以前都在拼 然后一直在很忙碌的去迎接 每一个不同的工作 你就忘了生活的这个东西了 虽然疫情是带给大家很不好的那两年嘛 但是其实你换对角度想 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家人 然后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个家的温度 现在我觉得那个生活感受是最舒服的 你整个放慢的角度 然后跟朋友之间的交流又变多了 你觉得现在在你的40多岁的人生 跟未来的人生里面 你希望实现什么目标或者是达成 有什么愿望想达成的 愿望还是因为只有一个啦 就是妈妈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我觉得都蛮好 能吃能睡 然后健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因为你许的再多愿望 你到头来你也带不走 那我觉得就是知足每一天喔 好好地用力地去感受 每一天给你的惊喜或者是挑战 这是最开心的 经理健康这个话题是 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啦 对于你来说作为一个入行27年的艺人 对于网上这些负面的评论 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 你会如何去安慰或者是调节自己 然后是如何化解苦恼跟脑 呃其实苦恼大家都会有 但常常苦恼都是来自于 你的脑筋一直在想一些 不该想的东西 心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怎么去看这个 任何的每一件事情 怎么去把它解锁掉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那我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人 然后常常也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网络的攻击啊 你有什么看法 那我都会回答说 我不是活在网络的世界 那些骂你的那些人 他在我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因为 我不认识你的留言 而让自己难过好几天呢 你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你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东西 意志力还有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常常跟很多粉丝说 坚持比你努力可怕 你要去接受失败 你有的失败才会得到教训 才会知道我该下一步 我要怎么去做 才不会再有这样的过程 那我常常也跟很多人说 不要去听成功人士 所告诉你的一些方案 要听的是那些失败者 告诉你的一些劝扰 这才是让你才会觉得 我要学习的应该是这个 因为成功的人说的话 当然一定都是很棒的 然后你会羡慕他 但你要想说失败的人有多少 坚持梦想 然后想去做就做 你要去做才能够去实现 你现在会用什么样的心 经验对你自己的本身 或者是试验 比较不会去想这么多 庆幸的应该就是 开心的应该就是 你每天都能够 睁开眼睛迎接每一天 每一天会给你很多的 不同的惊喜 然后你可以去一个一个的 去接手他 然后去排除他 这才是最好的 然后在这个采访的结尾 可以宣传一下 你自己的演唱会吗 好 在这一次的10月7号 很开心可以再回到 新加坡室内的鲤鱼馆 然后也很期待跟大家见面 希望在那一天 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